阿波羅新聞網 獨立 感言 新穎 放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華 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我們的副頻道 阿波羅新聞網中美聚焦 我是李雨函 今天是2月7號星期日 海外惡訴危機網站的創辦人表示 習近平的戶籍資料是這個數就被公安賣了 您能猜到是多少錢嗎? 泄露習近平女兒習明澤個人資料的替罪羊當中 原來有胡錦濤的親戚和螞蟻金服高管的子女 馬雲知道的比習近平還多嗎? 中共央行發出信號 涉江澤民家族利益 短視頻快手上市 被炒到市值1.41萬億港元 超過百度 小米和京東 為什麼被中共註銷戶口? 多少中國百姓成了黑市人口? 中共連孩子也不放過 香港公務員廢除效忠中共的都市 中共最新文件強調 少先對紅色基因世代相傳 強制少先兒童必須跟共產黨走 中國學者和百姓是怎麼看的呢? 阿波羅網評論員王篤然表示 這反正了 中共就是靠黨員團員隊員來續命的 我們的副頻道每天更新一集視頻 如果阿波羅網的主頻道被禁止發表的內容 我們會使用副頻道發表 所以請大家訂閱副頻道 以免失聯 因為習近平及其女兒習明澤個人信息外洩 24位年輕人被抓捕中判 其中被指處犯的20歲惡俗維基維護員 牛藤宇被中判14年 有知情人揭露 相關信息是中共警察內部洩露的 24名年輕人成為替罪羊 而案件的被告人中 原本還有胡錦濤的親戚 以及上海官二代螞蟻金服高管之子 家中和原上海公安局長龔道安相熟 這兩人都被放過 2月6日 海外媒體大紀元報導 惡俗維基網站創辦人蕭言瑞 介紹了習近平及其女兒戶籍信息泄露的經過 蕭言瑞說 習近平及其女兒的戶籍信息曝光 是中共警察內部洩露 他說 大陸的個人身份信息很容易獲得 給警察很少錢就可以得到你想要的信息 這也就是警察為什麼在案件中 始終不敢提這方面信息 很多警察都參與了這事 有年輕的警察翻牆出來賺錢 蕭言瑞說 他們的會員和警察 一般都是通過即時電報、Telegram直接聯繫 有些人專門做個人信息買賣 一直有警察被處理 也一直都有警察做著事 一般15元人民幣就能買一個身份信息住址 不知道身份證號碼 一個需要60元 蕭言瑞透露 習近平的戶籍信息 是2018年底有人給警察6000元錢委託去查的 由於人口系統查高官會跳出警報 操作時也會留下記錄 房間也有攝像頭 所以那名警察下場不好 他說 查詢習近平戶籍的時候 順便帶出了習明澤的身份證 因為是一家人 再用習明澤的身份證從教育局系統調出照片 對方不知道是習近平的女兒 所以沒花錢 而習明澤在系統裡沒有受到保護 交警的警務通理都能查到 2019年有人舉報紅岸基金會 泄露習近平家人的個人資料 之後 中共公安部特別成立了1902-136專案組 同年6月14日 公安部下令全國各地警方 抓捕了數十名年輕人 經過審訊和檢查他們的電腦 發現只是聊天與爭吵 就放人了 但是作為公安部指定的專案組之一的茂名警方 為邀功不願放人 經過仔細檢查 發現湛江一名未成年人手機裡有惡俗維基的會員資料 警察就照著註冊惡俗維基的用戶抓 而且只抓有管理權限的 網站沒有檢驗他們的真名 但是需要填寫QQ號 網警順著QQ抓人 2019年6月 一個管理員被抓 警方拿到了帳號 進入惡俗維基的後臺 肖炎瑞表示 這次案卷裡的被告人原本還有胡某 那是胡錦濤的親戚 後來判決書裡面沒有 站長顧某也沒有出現在判決書裡 顧某的背景就很厲害 他爸爸是上海市教育局的 他媽媽是螞蟻金服高管兼上海市浦東區人大代表 與上海市公安局局長龔道安有聯繫 所以他在這個案件中毫髮無傷 牛騰宇卻被誣賴為煮飯 吃了大苦頭了 2021年1月23日 警方將案件移送檢察院起訴 檢察院認為此案漏洞太多 還有5個孩子不認罪 便將案子退回偵查 並書面匯報上級 2月初 24名年輕人的家長表示集體上訴 網易財經報導 2月5日 快手登陸香港聯交所 快手港股上市首日漲幅擴大至200% 成交額超1000億港元 最新總市值達到1.41萬億港元 總市值超過百度 小米和京東 有投資者稱 中一手快手就能賺大約1.9萬元人民幣 不過一手中籤率低至4% 創下了新記錄 網友吐槽 一個短視頻的市值如此驚人 而且沒有什麼科技含量 叫其他行業怎麼安心搞實業 以後只要刷刷快手就宇宙無敵了 21金融圈報導 快手招股書顯示 目前快手的股東包括騰訊 紅山資本 百度 淡馬西 博裕資本 陳興資本等 其中 騰訊是快手的單一最大股東 持股比例為21% 而騰訊旗下的應用軟體微信 目前在全球擁有超過12億的活躍用戶 異議人士 消費者與安全問題研究人員表示 北京當局正在越來越多地利用騰訊旗下的這款應用 收集信息作為逮捕予以警告時的證據 快手的股東之一 博裕資本 和江澤民的長孫 江志成有關 據港媒報導 江志成2009年在美國哈佛畢業後 加入華爾街金融機構 投資銀行高盛 後來在香港自立門戶 和馬雪征 張子欣 以及前美國普羅維登斯私募股權合夥人童子盟等 合稿私募基金 博裕資本 博裕資本 共管理近百億美元的私募資金 是中國最大的私募基金之一 路透社2014年曾發表長文 揭露江志成如何在中國 這個世界上最大的新興私募股權市場獲得巨額利潤 並利用特權操守暴力領域等內幕 馬雲知道的比習近平還多 週五 中共央行發文 公開呼籲將大型互聯網平臺數據納入宏觀審慎管理 按公共產品監管 將壟斷數據變為共享 該文由中共央行金融消費權益保護局課題組署名 發布在中共央行官方微信號上 文章建議 應將大型互聯網平臺的金融業務全面納入監管 將全部從事放貸業務的機構接入數據庫 全面報送借貸業務數據 增強信息披露的全面性和透明度 有效控制共債風險 臺灣自由財經報導認為 中國大型互聯網掌握龐大民眾個資 螞蟻集團等大型互聯網掌握民眾非常多訊息 知道的比中南海還要多 路透報導稱 螞蟻集團掌握著10億人的數據 這是一項巨大財富 此前《華爾街日報》1月7日報導 中共監管機構正試圖讓馬雲做一件長期以來一直抗拒的事情 分享它麾下金融科技巨頭收集的大量消費者信用信息 報導稱 螞蟻集團通過支付寶獲取大量個人數據 擁有相對於小銀行甚至大銀行的競爭優勢 成為馬雲和螞蟻集團受到打壓的主要原因 戶籍制度是中共當局控制公民的一種手段 與中國憲法相抵觸 中共迫害百姓註銷戶口多少個基層中國百姓成為黑市人口 鄭旭君 劉英回國博士 遭電力科學研究院和北京市法治培訓中心註銷戶口 李春英 河北廊坊市管道科研院高級工程師 遭中共非法勞教註銷戶口 唐榮 重慶教師遭非法勞改3年被剝奪教課權力註銷戶口 這些人的共同點是什麼?明慧網報導 他們都是修煉法輪功的普通中國百姓 在中共持續迫害這個群體的21年中 無數人被註銷戶口成了黑市人口 他們不能正常居住 生活 工作 外出 打工等 其最基本的生存權力被剝奪 清華學子余超被海澱分局非法勞教 註銷戶口 山東維芳市薛曾年在控告江澤民的訴狀中述說 在16年的迫害中 我被單位開除 土地被沒收 房產證不給辦理 我和老伴戶口被吊銷 我修煉法輪大法 按真善忍的標準做人 沒有給任何人造成傷害 也沒有給國家造成任何損失 相反 我有了健康的身體 從沒花單位一分醫療費 我何罪之有? 在中共創立100週年之際 中共中央發布官方文件 中央關於全面加強新時代少先隊工作的意見 重提中國少年先鋒隊是實現共產主義的預備隊 強調少年兒童要聽黨話 跟黨走 還要求他們走出海外 與其他少年組織交流 自由亞洲電臺報導 山西太原居民王女士說 這個指導意見 我第一個感覺就是荒唐 第二個感覺就是憤怒 荒唐在於這個14億人口大國 今天跟全球面臨同一的問題 但他卻提一些意識形態的問題 難道他還準備執政下一個100年? 我若是學生家長 絕不讓孩子加入少先隊 這份要求對青少年進行管理的中共文件稱 強化對少年兒童的政治啟蒙和價值觀塑造 引導少年兒童時刻準備著為共產主義事業而奮鬥 對於確保黨和人民事業後繼有人 對於紅色基因代代相傳 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意義 中共少先隊最初在1949年成立 文革期間少先隊工作陷入停頓 取而代之的是紅衛兵組織 直至1978年才重建少先隊 到目前少先隊已超過1億人 安徽大學學者孫斌說 現在的政治環境恍如回到過去 現在的中共很像清朝末年 有了40年的洋務運動 導致整個經濟騰飛以後 觸及到政治體制改革的時候 卻出現了一種倒退 當局這份文件共22條 其內容無非是宣傳中共的思想 孫斌說 當局試圖通過加強對青少年進行政治灌輸 並不是新手段 但是否奏效 暫時難下定論 因為今天的中國社會與人的觀念 與數十年前完全不一樣 阿波羅網評論員王篤然表示 有些人不理解 除了退黨 為何還要退團退隊 看了中共對少先隊的強制要求 可能就明白了 而且美國移民法規的要求 也不只是共產黨組織 而是共產黨及其附屬組織 共青團和少先隊都直接就是中共組織 黃廣宜是香港的90後 職業是公務員 她說香港特區政府與中共狼狽為奸 強迫所有香港公務員簽字聲明 宣示效忠政府 擁護基本法和港區國安法 起初她沒認識到這有什麼不妥 後來在修煉法輪功的朋友多次提醒下 看了《九評共產黨》後 才終於看清了中共的邪惡本質 她在退黨網站上寫道 中共執政幾十年以來 計畫生育殺害嬰孩 大躍進餓死百姓 文革破壞傳統文化及加害精英分子 六四屠殺大學生 瘋狂鎮壓信奉真善忍的法輪功學員 幾千萬善良人遭難 中共一直在迫害中國人 包括香港人 如果這不是邪惡魔鬼 什麼是邪惡魔鬼 而香港政府強迫所有香港公務員 宣示效忠其邪惡政權 否則會解除其公務員一直失去飯碗 這種強迫宣示的做法 明顯是想消滅一個對抗魔鬼的正義力量 其目的是多麼邪惡 她表示 自己和妹妹黃廣華徹底明白了真相 聲明三退 廢除校中腐敗香港政府的所有宣示和聲明 最後她表示 感謝法輪功朋友的提醒 感謝酒評讓她深刻認清了真相 並願天下所有人都能明真相三退 來自黑龍江的一位人士是學生的家長 說中共對學生也不放過 誤導學生在寫作業中歌頌惡黨 不斷地給孩子洗腦 把他們拉入她的邪惡組織 做其陪葬品 她的孩子不想入團 躲了好幾次 甚至沒去學校上課 最後還是沒躲過 她女兒被迫寫了入團申請書後 感覺身體不舒服 女兒班裡有一個孩子學習很好 老師讓她當團之書 她很不情願 最後在老師的壓力下只好當了 邪黨太猖狂了 強姦民意 連孩子都不放過 我們全家 署名小雪 舒雲 彤彤 鄭重聲明退出中共黨團隊 徹底和邪黨決裂 我們盼望邪黨在中國大地上早一天解體 滅亡 人民才有幸福平安的生活 自己以前的人 的 YO者 它替爛會 一動過 單つ前有一點 ,撕uzzy 笑邊喚起 那麼慢呢? 我們在糖尿不散身